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恒指在上个星期短短三日 但超过1400点 大家是不是很开心呢? 还是是看死他呢? 市场的利好消息一下子都出来 譬如下,这头说 阿爷的两万亿基金在舍股 那头又传出A股市场有限沽力 但是当这些烟幕散去 市场又立即打回原形了 现在恒生指数走势 究竟A已经建了底 调整之后会急升 还是B跌多一下终极建底都是急升 还是C根本现在跌浪开始 看到了 今天也会和大家尝试看看恒生指数的技术面 判断它是否死猫蛋还是震建底 如果是刚才三个可能的头两个可能 其实恒生指数都会转势向上 如果真的 其实我们可以开始留意什么办法呢? 面对现在的市况 我们的港股仓位又怎样应对呢? 今集节目也很丰富 而且也挺聊交打一下 记住看完整集 一定要看到最后 如果不是在港股的话 我深信 这几年恒生指数一定是教科书内容这么清楚 但PaperTrade港股也大增经验值 如果你想紧贴大股的最新消息 记得订阅我要做公众频道 以及follow我们的IG 加入我们的TG 想听一些即市分析的部署 记得订阅MTTV副总电视 其实上个星期恒生指数 绝地反弹1400点 是因为两个原因 消息面和技术面 消息面方面 在上个星期二 彭博有消息人士传出 中国政府正在计划 透过中国境外机构资金 设立一个2万亿人民币规模的股市平准基金 用来卖A股 再在星期二时间 传出中国监管机构 将限沽令延伸 由护卫基金扩大到保险公司 最后甚至连对冲基金都要禁止非对冲用途沽空 对表对冲基金不可以以投机式的方法作出沽空行为 这个二万亿救市 加上禁估零两度的城墙出现 一下子把搭友夹到死了 市场当然会想 恒指日未来的前程感受即将死灰復燃 其实加上刚刚我们茶序投资港座 完了做的技术分析 我在当晚把恒生指数画了一个很重要的下降通道 老实来说当时跌到这样 我都不存在任何希望 我只是纯粹理智上跟大家说 虽然现在是任足 但刚刚好中到形态的底部 一两天阴阳速反弹 就是转好信号的了 而且看回技术图表14800点至15000点 正正也是1992年 1992年就算是多少岁 到现在的超长趋势线 就算没看到那么远 上年十月底反弹造成的底部也不少 技术分析主要不是用来估计 不是条线会告诉阿爷会救市 是去到条线支持位市场如何反应 因为什么react是不重要的 短视来说可以这样说 跟风而已 但连支持线形态都不适合的话 经常火车关门开走也不知了 所以基本面有这么多反弹条件都符合 有消息支持才自然好像跳弹床一样 凌空翻腾三周半而已 虽然恒指最近一度反弹收大洋足 但我并不觉得今次的声势代表着 见底翻上20,000点以上 因为看回恒生指数 去到今个星期走势 当它弹到上16,000点时 已经开始努力 161应该大家来查序 和每一天升级板听到厌 结果真是顶住了 甚至在星期二的时候裂口下跌 又再抛来这个阻力远跌了 估计今次的反弹都是虚张升势较为多 因为连最近那段下跌都未完全收复了 如果你要确认恒生指数这一刻见底的话 还是言之上早 当然了 我没有水晶球 要买东西赢是赢部署 不是赢预测 今天更加大的证据 161这个位置 如果未来真的不跌穿上两个星期的底 并且对穿161的话 这个反弹我起码以千千点来计算的 那这个是第一个可能性 行了 暂时的证据如果未升穿161的位置 我认为恒生指数现在比较大机会 是进入横行市先 知道了 我们每次在关键的支持位做部署 不管它是死猫弹还是真反弹 其实都有机会捕捉到不错的升幅 不过你要反应快 就不像美古那样 今天确认了你可以后日才买 如果它只是死猫弹的话 那当它弹到阻力位置就是161 转勢向下 到时我们可以赚一点就离场 那部署是如果最终是谷底反弹建大底的话 那原先我们想着短插的仓 升穿阻力位就可以推高自赞 那到时整个仓就因为你早有反应 就可能有更多的意外收获了 其实讲到最后玩港股 向来都不是很容易的 触反弹技术要求也都比较高 所以记得先听到最后的仓位部署 千万不要看到这里 立即走鬼全都在港股 如果还有终结一跌 那恒生指数在哪个位置可以考虑一下呢 记住我们不是预计 我们是去到那个位置去反应 如果大家看到我的节目都一段时间的话 第一想学到技术分析是怎样的应用呢 都要想到你的仓是否选择得适合资产 在不同的经济周期调配什么资产类别呢 因为股市上升的时间都六成多而已 其他的时间怎样去部署 未来的recession行上的情况都是买过几个东西 也是继续赚钱的 问题你知不知经济转向了 技术指标转向了呢 有兴趣的话有两件事去做 一 每一天可以看我们新加坡收费内容 二 可以自己学完那一套 自己去做自己的基金经理 就可以留意我的一小时免费工作坊 所有东西都是Cal Code 或者下面的结架都能够报名的了 好像前日新加坡跟大家分享过 资金清场股市准备爆边 结果联储局怎样一月减息 联储局说那三次减息 就算是发生都应该是年底的 这个中间期望落差对股市很有伤害性 有趣想跟着的三点准时见大家 说回恒增指数港股真的确是便宜的 但记住资金不流入来的话 多便宜的话都不能够有新钱去反映它新的价格 刚才说到如果升穿161 见底或者反弹可能就加大了 但现在暂时排面上讲 161真的顶到行 如果接下来的底再穿的话 可能要看回刚才我说的下跌通道的底部 即是14800点 配合阴阳足有转世的pattern 如果大家还没学我读的话 你留意可能价格一个踢上去 都是代表你要react to这个讯号 包括你短的要平仓 你没有货的可以考虑买一些 那我的策略会是怎样呢? 我自己和新加坂的收费量 港股部分都只是放到最大买25%左右 25%就是你的follow 一定要按你自己对港股的信任 和可以调配资金 作出一个你可以follow的仓位 不能够改变 否则恒生指数有一天升到二万三万 你才突然加注的话 你都会把你赚的资金都输掉 现在暂时的策略是 恒生指数一旦确认升出云164 我们才会加大仓位 跟中方等阵想捕捉的中线的升幅 但是在突破16400之前 港股的仓位我不会follow 可能突破三分一或者二分一 那就是25%是三分一或者二分一 这个仓位我会觉得比较恰当 和自己起码舒服 如果第三个可能出现 那就是恒指跌得急的话 其实和这个通道的底部 只是到147、148附近 但如果到2月3月的时候 这个通道底部就去到143 恒生指数真是无底深谈的话 不用去到好后才知道 这个时候你就可以亦都需要 避开港股一大段时间 甚至可以拿少少部分去short恒生指数 从而轻微获利或者作为对冲 等双方都冷静一下沉淀了之后 直到跌势减慢回到下一个支持为止 再配合鑽势 才考虑买回跌 记住刚才三个可能 我们不是用主观心情去predict 或者三选一 是去react 如果你看得多淡都好 react回来好的话 你都要做好的仓 我长寨AIA、长寨汇丰都好 148都跌穿的话 麻烦你真的冷静一点吧 可能跌势会跌到一轮 放心到时的施足益 特别每一天一定是升一版 和大家跟进行增指数最新走势 和应对方法 大家记住要按铃铃 到时有新片就会提示你了 未来如果真的要捕捉反弹的话 我认为选版块和行业 必须满足三个条件才可以 要么不买 一买不会买指数的产章 首先大家要避开内房 债务风暴所牵连的板块 例如内房、内人、内险本身 知道你拼中风眼 当然会升得很厉害 但你拼不拼 虽然在去年这个时间 我们升得版和施足迹 也都亲身示范过 炒了碧桂园 而且赚到超过100%回报 可惜买得少了 但现在内房情况比去年更加严重 所以我们觉得除非你好像蜘蛛盒伸手那么厉害 否则说都是避开相关板块会更好 第二个条件就是要尽量选择这几年 政策上比较受惠的板块 而且未来今年美国大选 政纲也陆续出台 估计无论左还是右 对话政策一定强硬 首先我们说下 未来3月4、5日 将会举行人大和政协会议 如果未来恒指出现反递的话 相信政策受惠的板块 很大机会带领整个大市上升 而且他们的政策应该都会 着重于别人影响不到的板块 即是自身或者内需的东西 例如基建、新能源和产业升级相关板块 大家都可以留意下 最后一个条件就是看估值 如果一个板块或者个股是在低估的话 除非资金不流入而已 一进来当然是买一些又强又便宜的东西 而且它还要符合以上两个条件的话 它升的机率和升的幅度自然都比较高 不过最重要就是大市升 大市升你都很难选错股 大市不升的话 你多厉害也好都是同个市录下来 这个真的是重点 那大家问那是哪些股票 我都知道了 子宫参考戴定头盔先 都是研究得回来的比较强的股票结果 我和研究部刚刚完成的研究 由于时间有限 今集没办法逐次跟大家说买入原因 我们是用十几年教大家的原因去买入 所以学生看回是明白为什么 直接和大家说名单有什么公司 你想知道它来的估值故事消息的话 我就开一集和大家说 这份名单分别有 中交建10000 中国中田390 中移动941 葵程集团9961 还有联想集团992等等 这份名单只供大家参考 你们真的要做足研究了解 才决定参不参与 就算参与也要看技术分析 特别是恒生指数是否转小 总结来说 恒指最近虽然曾经有过一段不错的升势 但大家千万不要这么开心 因为这段升势并没有升穿任何主要价格位置 都看死它了 161真是顶住了 也非常吓死 所以严格来说 都不可以说恒生指数跌势已经终结 反而可能会有多一浪下跌都未顶 不过天有不七千风云 我们也不应该看死它 只要升穿161、162位置 自然有个买盘 市场有个原因想追上来 到时我们都跟大队 跟大队的时候你卖什么呢 现在就准备了 好了新手就会问 哇升到161、162就高追 为什么不今天买呢? 我再提醒大家 如果你是短插的话 更加不需要理会你是不是贵了买 因为技术分析是讲求于 你买入之后有没有释放一段新的回报波段 如果160你提高恒指 它楼上目标有100点 versus你164才追入 楼上目标有2000点 你是贵了买 不过后者有截然不同的风险回报比 大家会不会听得明白这句呢? 所以如果真的不对路的话 就退下场减下池 减曝光 整天发生先 不知道你有留意恒生市是什么版块呢? 还是我真的不买港股了 paper trade算数呢? 或者我路过而已 大家就留言出下水吧 有兴趣的 新加坡收费内容 或者真的想学的话 一小时免费training 都可以在下面联结 能够报名的 今天星期五 升级版收费内容 又是我主导了 三点准时见大家 希望大家喜欢今集的内容 记住给我们 投资不是大学的专利 下次见大家 拜拜 拜拜 刚刚这段时间 股市有截然不同情况 经过去年的股线花 大部分的股市指数 在去年进入牛三 而标普500指数 刚刚再次破顶 有些地方创建52周新低 究竟破顶的股市 认不认为罪货呢? 创新低的股票 是不是应该捞货呢? 经济周期 根本是循环来的 还是现在要开始 设定避险的工具呢? 这些关于经济周期 选资产知识 都已经在我十年 才无自由 一小时免费 简介工作方 里面 cover 了的了 内容例子 也是2024年 刚刚全面更新了 帮助各位战友 在这个风高浪急的2024年 我已经提早做好部署的 现在报名呢 即时还有我们的full support 因为同时你也会自动加入 师傅Light-time Coaching的私人群组 和大家手把手累积财富 想和大家一起部署加实战 快点报名参加 免费一小时简介工作坊 现在立刻去QR Code 或者下面结论报名吧 想紧贴大使走势? 立刻就下载我们 我要做富翁应用程式 贴着我们这班我要做富翁 请不吝点赞 项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买卜充上